中文字幕志愿者 及文德公管理委员会 共同办理的2015百沙坑迎灯牌文化节 元宵节晚上在花坛乡文德公举行点灯仪式 彰化县长魏明谷 花坛乡长李承继 文德公主委王良峰 及各界民意代表等与会 随后并由今年参与的13座灯牌 展开热闹的绕镜活动 点亮璀璨夜空 展现历史悠久的迎灯牌文化活动 阿亚丁牌 在我们会团来说 这是很大的文化 民俗的性质 民国和厢政 和做我们这些厢政事团 都有共同的云盟 就是说 在我们小姐 北部 白客 放这个天灯 我们真正出名 阿南部 鹽水 放这个演会 也真正出名 那么中部 也是要有找一个 真正出名的 宣秀的活动 就是我们 会团 宣秀 驾丁牌的活动 对不对 对 对 谢谢 也感谢 管长刚才说 明年 我们管长 北医生 要把我们白沙康 迎灯牌活动 扩大举办 非常感谢 感谢 我们感谢管长 可以让我们希望 我们这些优秀的文化 可以让它提供到全国 每个朋友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感谢我们管长 我们文化球 我们乡长 我们庄政议员 代表 大家 很认真的情绪 虽然 文章 叫我们这个 明年会上的活动 越来越劳烈 刚才 有听管长 我们这些 乡长 大家回应感谢 我听着很爽快 希望每年 我们 会上 越来越劳烈 安心说好不好 好 花坛乡文德宫最大特色 赞于正殿 供奉 开机 福德正神 神像头戴 乌纱帽 是全国唯一 官风的土地宫 香火非常鼎盛 而花坛文德宫 白沙坑 引灯牌活动 更拥有 全国元宵 营花灯 最悠久历史 民国97年 被登陆 公告为 江华县 无形文化资产 不但保有 清代 承袭至今的 旧有风貌 元宵节期间 的花灯灯牌 绕境活动 更深具文化 传承意义 并呈现 彰化民俗特色 公益频道 张华允 花坛采访报导 还没关系 所得的 优优独播导